甚至 爱莫我告诉你 我现在甚至还以 在这中间的啊 是不是你 知道吗 不要说了 对家是我咋的啊 是我 就是我怎么了吗 你听到我没个阵型 不要说话 用你就你就你话多啊 真的是 不了解我 就不要在这里乱说 可以吗 你了解我吗 那老板 我想问你 你说我们不是 缘故和老板的关系 那那我反过来 为你可以吗 那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我对你的心意 你不明白吗 不知道 那老板 我们跟着你去福南 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是我想把你们 带在身边 好好照顾你们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那你知道是吧 那为什么会冒出 一个这样子的人 我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 这个人是谁 那你为什么 不相信我们说的话 但是你现在说 他坐我旁边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呀 我旁边是个大姐呀 但是我们也没说 必须坐在你旁边 刚才我们都说了 看错了呀 那我现在 对吧 那现在好了 看错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你应该相信我 然后我们把这个人找出来 对不对 那我刚刚也说了呀 我说你没必要 去找你旁边的人 我说你 你找的话 你就找这个 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骗我们 他为什么这样子去破坏 就是我们的这些事情 我也想知道 我也很好奇 他想的 他 他想什么的 他是有什么目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 你是不是应该相信我 然后我把这个人找出来 那我们现在相信你了呀 你把那个人找出来 你的意思了呀 老板 老板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一直都很相信你 不管 这时候我从 从在你公司里面上班之后 我们都很相信你 无条件的相信你 知道吗 但是我刚刚我说 有一个女孩子这样子了 但是你根本就不相信 我们说的话 知道吗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是说 如果说 我觉得可能 如果我不相信你的话 我们都不会在酒庄上班了 我们直接回大梁山了 我们直接听你 你听我讲 你听我讲 我们早就回大梁山了 你听我讲 好不好 你听我讲 第一 我把你们带在身边照顾你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 我心里面怎么想的 家人们也知道 第二个什么 你说这个饭局上有人过来 说你们的坏话 过来找事 我也相信 可能有人 坏话他直接让我们离开你 不是坏话 这是坏话 然后这个这个我也相信 可能有个咱们 咱们身边出了 出了 出了有小人 人家都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你你这些所作所 你有你的公司 什么人家都知道呢 能来吃饭的人肯定认识我 这个是正常的 老板 我不明白你 到底心里在纠结什么 你为什么不把真相说出来 你把你把我弄得一 一心里的难受 你不要擦 你付出那么多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讲出来 怎么付出那么多啥意思 成吉你真的是 不要讲那些 不要讲那些 我知道我知道 复不复杂心甘心愿的 你不要去讲那些还是好 明明知道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了 为什么不讲 我感觉我现在就是一个 别人老是为我付出 但我呢 我是一个永远都没用的人 老板你搞得我心里都憋屈真的 说呀继续说呀 成吉你 你不是想说吗 说呀 家伙们 你们是不要现在叫我去表白 现在阿子以为我身边有老婆 有女朋友 我现在去表白 合适吗 我们两个是老板和原官的事情 什么叫表白 我不想听到你说这句话 明白吗 我不想听到你说这句话了 真的是来搞笑的吧 一个个的 你的付出 你就换回这句话 妈妈 我觉得 我觉得你现在突然间 变出一个老婆来 然后你突然间 在很多叔叔在面前说 这样子的一句话 我觉得你很为难我 我变出一个老婆来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是谁 如果我知道是谁 对吧 咱还还能说到两句 我现在我都一脸懵 我都不知道是谁 你为什么不讲出来呢 老大 为什么不讲出来 成吉你 你到底 你到底想说什么 没事老板 你为什么不讲老大 老板 什么常不讲的 真的是 用心的付出 老板 你对着话 是什么结果 你有老婆或者你朋友 这些 我觉得你说出来 也没事 你把我搞的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话 因为你那么 不是我憋屈啊 你不要说话 我叫你不要说话 因为你那么优秀 对不对 有老婆 有女朋友 是很正常的 我们叔叔阿姨们 我们家人们 都为你高兴 真的 你没事的 你不用瞒着 也不用残着 也不会咽着 搞得你一直这样子 说着没有没有 然后那个女孩子 就会他憋 憋不住了 他心里面会很难受 所以他就直接来找我了 知道吧 有可能你觉得 你这样这样说 就是不好的 所以呢 我觉得你可以说出来 你有女朋友 或者干嘛的 我们都为你挺高兴的 真的 我们有个老板 我的一片真心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 你在原国里面 是对我们是最好的了 不离不弃的 带着阿姨们 我们两个带着我们去学习 带着去 我跟你学一些 你为了苏苏阿姨 哥哥姐姐们 所以你去学一些好的品 给苏苏阿姨们 这样子 我都看在眼里 你觉得我跟你就是 和老板和员 在你的心里 我跟你两个 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吗 自从我也想过 有可能不是 但是我觉得这两条 我觉得是 干什么 干什么 我对阿姨的一片真心 丝毛扎之心 路人皆知 对不对 老板 你知道那我为什么那么伤心吗 那你 那是因为我发现了 我觉得我自作多奇了 我才那么伤心 知道吧 我才河南跑到四川 现在懂他的意思了吧 但是你为了一个 数位谋面的人 你不相信我 你觉得 当时一气之下的时候 脑壳 脑壳 撞不过来 人 但我现在把话 说得这么明白了 那你觉得 那个女孩子 如果跟你真的 没有不见面 没有认识 也没有见过面 你觉得 人家会把一些话 说的 具具体体 说得那么好 就是 那么的了解 你说的那么好吗 我都不知道 她是谁呀 哪个女孩子 她脑子里面 有问题了 我都不知道她是谁 我都不知道她是谁 你说你跟我 你说突然间提一个女孩子出来 我也不知道是谁 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 有人会跳出来说 我是小三 让我鬼活淡良三 骂我没有文化 每天连则 你就什么都不会 老爸 你老是叫我 不要说话 不要 老是叫我 不要说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了吧 你不要说话 真的 你不要说话 我非常非常的相信 你 我也想跟着你一起 好好的 闯出一片 强度啊 就是那这样吧 老子 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我我说我是单身 你相信吗 八七八一 老板你说你是单身 你自己相信吗 那我不是单身 我是什么 那你说那个女孩子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那个女孩子是谁 我跟你讲 那天师范座 旁边是一个大姐 五十多岁 可能四十多五十岁的大姐 做你旁边的人了好不好 我们都说了 那肯定是我们记错了 我们就不说 做你旁边的人了 那么你现在你说 有个女孩子过来跟你说话 我不知道是谁啊 不是坐在我旁边的人 我也没有去观察 我也不知道是谁啊 他还说 他还说 我这个月还涉多少工资 他给我发 让我鬼魂大娘三的 但是我 我是怎么回答的 老板 我是这样回他的 我说 你不用给我工资 我说 我不敢拿的钱 我不会乱拿 我说 我也没有抢你老公 我说 我们只是老板 和员过的关系 咱们公司发工资 是谁啊 我说 我说 但是财富啊 还能是谁啊 我财务 上班 你定的财务 我都不知道财务是谁 我们财富都已经几十岁的人了 什么 怎么又扯到我这里来了 我感觉我说什么话 你们就 你们就当做笑话一样的 你们两个一直在那里 一唱一和的 真的好烦呀 我感觉我说的话 就像讲话一样 妹妹别在那里插嘴 我没有在那里插嘴啊 还是不够大吗 你怎么说就怎么说 真的是你一直在那里说 我真的是 我都做什么了啊 你一直在那里 你不想跟你说话 你不想跟我说话 那你就闭嘴啊啊 我有说让你跟我说话了吗 对了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这是我跟阿子的事情 你们都不要吵 行不行 不要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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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相信没事 我相信可能有个人 我相信有个人可能跟你说了什么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是谁呀 那你就去找呀 对吧 这 不用找了 不用找了 算了 不说了 我让他们把照片发过来 看看 家人们 我让他们把照片发过来 我对你的 这片真心 我不知道 我不相信你感受不到 感受得到了呀 人家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吗 你还不清楚吗 啊 就是因为冒出了个女朋友 所以才变成这样子的 那我说不是我女朋友 你们相信吗 我们怎么知道 对不对 又没有任何这句 现在 那你现在的意思就是不相信我 是不是吗 我说我没有 对不对 我们从乐山到这里来 那老板 那老板你相信我 我说有人这样子 这样子说了 你相信 我相信有人 我相信有人搞鬼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肯定有人欺负你了 我相信有人欺负你了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明白吗 那你就去找那个人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为什么这样子 那是因为我希望你能幸福快乐 开心 好好的 我才会默默的选择离开 阿姨默我们两个 所以我们 觉得自己多情 对 走到该属于我们的地方 我都不知道是谁啊 走到该属于我们该上罢的地方 你知道吗 我们是怎么回来的 你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谁在欺负你 如果我知道了 我就把它找出来了 家人们 那就不用再说了 啥也不用说了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你回来 那会不会是你的前一友 四川一门说 我几年没谈对象了 而且这个公司成立才多久 我的前女友也不可能在湖南呀 那我前女友在四川都有可能 怎么可能在湖南 对不对 家人们 那会不会是你的前妻 我没结过婚 哪来的前妻呀 那就不知道了 反正你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了 湖南是刚成立的项目 而且我一个 一年来湖南 也就可能年底的时候 会过来 操心的时候会过来 我怎么可能在这边有老婆 老板 我觉得那个女孩子 如果你真的没有女朋友的话 我也相信 但是我觉得那个女孩子 要么就是你的前妻 要么就是你的前女友 要么就是喜欢你的人 要么就是你的现女友 只有这四川可能 你天天跟我待在一块 形影不离 我身边有女朋友 谁受得了 我的前妻 那跟我也没关系 但是我又没结过婚 我哪来的前妻 先生我跟你说一下吧 你那几天你都来的 就是回家睡觉 回的很晚 每次都是有些时候 才两三天 才回家 有些时候都来都不来 老老 我不知道你是不想说吗 还是到底在 你不要说话 你不要说话 不是我害怕什么 他们都把你说成这样子了 你为什么不能讲 有些东西 我我我只是讲事实 讲真相 我们把他怎么说成这样子了啊 陈经理你说一下 我怎么把他说成哪样子了啊 你说一下陈经理 那陈经理说一下来 你说老板两三天回来 老板一年才过来 福南的公司这边 年底了年 年中的时候才来 有些客户 他是有必要的应酬 对不对 那做咱们的时候 要做到理解 咱们最和谐的技术 在这边的公司 还是 还是在于他 对不对 对对对对 陈经理说的 对对啊 那你拿这些东西来说 是 你是这个 阿子啊 你们两个都不要说话 我觉得你 你觉得 我值得你相信吗 我值得你 我相信啊 我相信你 才会去福南呀 那你相信我 我觉得 我们俩不要有任何的误会 我告诉你 我很负责任告诉你 相信你啊 我是单身 老板 我现在没有任何的女朋友 我现在很相信你 所以我说 不管你有没有朋友 都没事 我说 我会在这边好好看 我会把你这边的酒庄 会好好的上吧 我每天都去上吧 好不好 好好的 那我如果 如果 但我如果说 我这边 我需要你 因为我过来 我不想在这 别人叫我小三了 好不好 我觉得别人叫我小三 真的挺清楚的 你这样 你过来 如果说 你看看是谁 我把陈经理公司的 每一个员工都调出来 你只看一下 到底是谁 我们也不想出去 我觉得这边还 带的还挺好的 外面的那些七七八八的 我觉得外面的 我让陈经理把他所有的员工都 召集起来 你看一下是谁 没必啊 没必 觉得在这里啊 坦坦实实的上班 去那边已经必要赶回来了 我们还怎么过去吗 不去了 我们在这边 好好的上班 在那你就会 谢谢 说实话 啥也不懂 没事 你放心 我们在这里上班 等你回来 再 你先把那边的自己搞好吧 你先把那边的自己搞好吧 老板 老板 你这个眼神有点吓人 怎么回事 没事 老板 我们在这边 好好的工作 我们会 呃 我们会 员工应该做什么 我们就会应该好好去做的 我们不会像 呃 以前一样 一直黏着你啊 一直 让你添麻烦呀 让你身边的误会啊 干嘛的 我们现在知道了 我们会 错了 做错了 就是要 为什么你们不能好好听话 员工就要有员工的 嗯 样子啊 为什么你们不能好好听话 你既然选择相信我 为什么不能好好听话 为什么 我们不是好好的听话了吗 我们 我们在这边上班也挺好的呀 又不是什么 你们 你们好好跟我待在一起 我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你们也看得清楚呀 对不对 如果你们现在回四川了 那你们就基本上就是 相信我在这边 有老婆 有孩子 有家 对不对 知道没有啊 知道没有啊 我们没说你 对不对 有老婆 我说你们能够 对不对